今天要來講的故事是 一本翻譯的繪本 英文翻譯成中文的繪本 叫做小驴鼠向前衝 那我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聲音有點沙啞 請大家原諒 你能看出這兩隻驴鼠 有什麼不同嗎? 可以嗎? 沒有齁 不行吧 這是因為所有的驴鼠 看起來都很像 聲音和行為也一樣 然後他說滋滋 然後另外也說滋滋滋滋滋滋滋 每一隻都說滋滋 只有一隻驴鼠例外喔 他不一樣 就是他 喔對就是他 有人問說如果你的朋友 全都要跳下懸崖 你也會跳吧? 喔不 他就不 他就不 你看大家都跳下懸崖 對不對? 喔他怎麼好跳? 驴鼠就是一種群居的動物 很喜歡大家做什麼 他們就跟著做什麼 媽媽為什麼那個 有帶一個望遠鏡的那個 他是帶蛙鏡 他當然不是望遠鏡 他帶著一個蛙鏡 還有蛙鞋 那為什麼他那種蛙鏡和蛙鞋 就不會跳了? 嗯他不是因為 帶了這個就不會跳 只是他是一個 跟別人想法不一樣的驴鼠 然後呢我們繼續聽你的故事 當所有的驴鼠都待在地洞裡取暖的時候 你看大家 冬天好冷喔 他們都待在地洞裡面 喔他也會掉這個 他呢那隻 與眾不同的驴鼠 他跟海鷹在滑雪耶 海鷹長得很像企鵝 他是在寒帶裡 喔你看那為什麼會 要趴到這裡面 對 這是他們的滑雪的那個地方 滑雪小夢 然後其他的驴鼠都是在 在這裡過冬這樣子 在很冷很冷的地方 地洞裡面 喔我也喜歡在這裡很晚 鼻鼻在玩 玩那個積木有點醜 喔地下燈 喔啊 地下剛剛卡住了 好沒關係 那我們繼續講囉 當所有的驴鼠都 吱吱吱吱吱的叫個不停的時候 只有他拍打著像海豹借來的邦哥骨 這種骨叫做邦哥骨 大家都吱吱吱吱吱 只有這隻不一樣的驴鼠 他在拍骨 當所有的驴鼠都在找 石頭底下的苔藓吃的時候 只有他訂了義式 臘腸披薩加雙份起司和辣椒醬 你們看披薩把雪融化了耶 他訂了一個披薩 披薩好熱 披薩好熱喔 那個雪一放在雪裡面 雪都融了 其他的驴鼠湯平常吃什麼呢 是吃那個石頭下的青苔 玩桌迷藏的時候 他也很容易被發現呢 為什麼呢 他在哪裡 那隻不一樣的驴鼠在哪裡 他戴著很高的帽子 因為他跟人家不一樣 是的 好高的帽子 我本來就看到 這好高的 這一段我忘了你 他說是的 這隻驴鼠呢 是個義妹 他是個不一樣的 他在每一張合照裡都很搶眼 你看 挪威之旅 他的同伴試著和他溝通 聽我說 什麼啊 叫我雷莉 我希望你們叫我雷莉 他希望他的同伴叫他雷莉 因為他的名字是雷莉 他希望我們叫他雷莉 我才不要叫他雷莉咧 什麼是雷莉啊 從來沒有驴鼠會取名字叫雷莉 從來就沒有驴鼠會取名字啊 我還以為他希望我們叫他瑪莉呢 這是這隻驴鼠覺得 這隻驴鼠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隻驴鼠想要取名字呢 因為其他驴鼠都沒有名字 驴鼠們召開大會 需要討論的問題只有一個 所有的驴鼠 所有的驴鼠是不是都應該一樣呢 不是 雷莉不想勉強改變自己 所以他試著做那些 其他驴鼠從沒做過的事 所有不一樣 對 什麼呢 因為他說所有的驴鼠 是不是該一樣 只有雷莉說不是 其他所有的人都說是 這個是 這個好大的自己是 雷莉不想勉強改變自己 所以他試著做一些其他驴鼠 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什麼是呢 他去害海豹生活在一起 海豹在幹嘛 海豹說 這是海豹的叫聲 全部都在搖 對搖搖搖搖搖搖這樣子 然後 是叫嗎 搖搖搖搖 每個都是搖搖搖 每個都是搖搖搖搖搖 對 每個都是搖 然後雷莉就說 你們到底要吵到什麼時候啊 他在幹嘛 他在喝茶 他在釣魚欸 然後呢 他又搬去跟海鷹住在一起 這個長得很像企鵝的就是海鷹 嗯 它怎麼在水外面 對啊 那個海豹本來就可以在 躺在雪地上 然後他就跟海音說 哎呦 你們住在懸崖上啊 那個也可以在水裡面 對 也可以在水裡面 然後他去拜訪北極熊 那北極熊就很想吃它 他就說 我猜不是你的午餐呢 雷莉呢 一路跑回家 旅鼠們也全都在跑 而且他們直接跑向懸崖 啊 面積 如果你的朋友全都要跳下懸崖 你也會跳吧 這些 旅鼠說 那其他人說 會會會會會 然後雷莉就衝過來了 他說 不 雷莉用最快的速度上前衝 他在隊伍的最前方急轉彎 所有的旅鼠就都跟著他了 因為旅鼠有習慣跟著前面的那一個 旅鼠們緊緊的跟著雷莉 每一隻都平安回到家 他們也要跳下懸崖哦 他們一起接受英雄的招待 英雄是誰呢 就是雷莉啊 他救了所有的旅鼠 想用義式辣腸披薩加雙份起司和辣椒醬 他們吃了好吃的披薩 雷莉自己做的披薩 在小木屋裡做 雷莉的小木屋 如果你的朋友全部都要跳下懸崖 你也會跟著跳嗎 大家就開始有不同的答案哦 這隻旅鼠說會 這隻說不會 這隻說或許吧 這隻說我不確定耶 然後另外一隻穿內褲的就說 懸崖有多高啊 然後這隻說不可能 然後這隻說穿比基尼的說 哼我才不會 然後另外一隻戴毛帽的說 我可以帶降落傘嗎 我可以活著回來嗎 雷莉微笑著 因為她的朋友都會自己思考了 他們原本都是別人說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現在他們有自己的意見 這個有一個東西好可怕 這是一個海盜的帽子 其實我也不想跳 只是喜歡跟著別人做 這隻旅鼠說 我喜歡跟著雷莉 跟著雷莉 跟著雷莉 我們來 我們去滑雪吧 我們去拜訪北極熊 我們來做墨西哥捲餅 我們來打幫哥哥 好 大家都有自己的興趣囉 這不只是跟著別人做什麼事 結果雷莉說什麼呢 她說不好 為什麼她說不好 因為北極熊在追他 哼 這樣一夜囉 如果你朋友的名字叫做雷莉 你想要我們叫你雷莉嗎 然後大家說要要要要 她說不要 這故事就是這樣 她怎麼戴帽子和眼鏡 對 她戴帽子和眼鏡 好 這就是小鯉鼠 向前衝的故事 HELLO